受到了华为禁令的影响 这一波段看到了联发科股价大伤 跌掉了超过200元 今天传出了联发科跟美国提出申请 希望9月15D-Day之后 能够继续供获华为 但美国似乎不同意 同时还要寄出更严厉的措施 要杜绝任何半导体设备卖给中国 美中贸易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而美国近期几乎是把中国大陆压着打 美国对华为限制一再升级 先是5月表明外国企业用美国技术 要经过美国许可 而8月再度表示 外国企业要供获华为 也要经过美国同意 而最近则是表示 要对半导体的设备 进行新的出口限制 就怕技术设备落入中国大陆口袋 美国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叙事待发 而这将对中国大陆造成更大冲击 晶圆代工的制程里面 有很多道制程美国设备 目前是独家的 是不是长期大陆半导体 就一定做不出这些设备 或者说至少可预见的 5年之内都有困难 美国这一枪等于要直接断了 中国大陆半导体产业后路 因为目前中国大陆晶片业发展 仍然依赖外国技术 进口的半导体从2018年开始 每年都超过3000亿美元 约台币9兆元 中国现在大概四家主要的半导体晶片公司 那中芯国际原本就已经建了不少产能 那它需要的产能量暂时也没有很大 那华虹的话做的是比较低阶的产品 它受的影响比较小一点 那现在看起来主要就是记忆体的部分 一个是合肥藏心 一个是长江存储 华为禁令将在9月15日生效 据传目前华为供应商正日以纪业赶工 要赶在期限内出货 而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则强调 出口管制新规最终将损害美国半导体产业 看来这场贸易战目前依然看不到镜头 东森财经新闻李某山钟云瑞综合报道 来我们今天晚上要给大家看到 是川普的这个连环权 没有最狠只有更狠 记得吗 昨天在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提过的 有24家涉及参与南海岛礁建设部件工作的 这24家的路器 被川普罗列这个黑名单 要给他经济制裁有没有 其中重中之重是这一家叫做中礁建的 它是一带一路的急先锋 哇 这一拳川普打下去可中了 为什么 你这样中错了一带一路 岂不是逼着习近平十年一决强国梦 你该梦醒了 这一下习近平他要怎么来反击川普 的围裂封锁 我跟你讲大家都知道在习近平他们中国在整个欧盟 真正有差弃的其实就是意大利 他们第一个意大利是就是违背了他们整个欧盟的意志 然后去跑去跟那个中国这边签署了一带一路的MOU 意大利 意大利对 所以现在习近平也是再次从意大利这边着手 什么意思呢 这几天有一个新闻 其实体育版的名应该都非常清楚 就是巴塞隆纳的一个灵魂人物 也就是阿根廷的足球金头梅西 他竟然要主动决定要跟巴塞隆纳队这边解约 人家讲说体育哥 你讲这个有什么意思 我跟你讲这可是他这个解约事情 搞到中国甚至他们国务院可能都会叫下面人出手 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习近平本身是非常喜欢足球的 所以他在2015年的时候 他就有一个什么足球的一个计划 这足球计划什么意思呢 就叫他们所有的有能力的一些国企或是名气 但是国家在后面支持你 支持你干嘛 支持你去全世界去买那个足球的俱乐部 去发展足球 然后去把一些重要的足球员全部都给我签下来 结果后来第一个达成这个任务是谁 2016年在苏宁 我们知道苏宁电器他们后来就是跟意大利的米兰国际 国际米兰 他们就是成功的购买了他们大概七成的股权 花了可是三亿多的美金 买下了这一支足球名家 对 然后就是买下他们七成股权 然后他们28岁他们的少东张姓少东 成为整个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 等于是说这个足球队的老板就对了 然后他们后来发生这件事情是 苏宁他们又在2018年2017 2018 2019年连续这三年 都把意大利很重要一些足球时尚什么全部都弄到中国来 然后就变成加深了 然后加深了中国跟意大利这边的一个相关的交流 然后现在后来2018 2019年习近平就成功的跟意大利签署了 一带一路高达25亿欧元的一个相关的投资计划 所以你的意思说今天一带一路的敲门砖 你要敲进G7要敲进欧盟都是难上加难 可是透过了苏宁一步一步去买下了这一些足球队 然后透过足球队去做国民外交 它一键双雕 一个主席要 主球喜欢 我就去买 响应国家政策 对 第二个 透过民间的力量慢慢慢慢跟他们来经营 跟他们来拉拢 最后这个敲门砖给敲下来了 是 因为它这代表着什么 是等于叫苏宁去到整个欧盟去宣誓 我这一种中国特色资本主义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你看我们多成功 我们成功到可以来你把你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球团都买了七成的股份 我们成功到在你这边插旗 我们让你看到中国这个大国正在崛起 好 苏宁是极先锋 但问题回过头来 它跟梅西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刚不是提到梅西要把巴塞隆纳这个跟解约吗 人家苏宁就抢头像 就说我要我要 选我 选我 是 就是捧着大米的金额要跟他签约 后来人家甚至发现梅西 现在也在离国际米来 总部很近大概就20分钟的地方买下了房子 那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代表着他即将要选中国际 就是要从选中 批着他们国际米来的这个球服 然后上场去打球 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们给大家看一个线索 这是大陆的苏宁集团拥有 刚刚慧珍说的国际米来这个球团 有意跟梅西接触 事实上可能已经正在接触 重点在这里 习近平更为这个梅西计划背书 说要动用一切国家的力量 把这个梅西给拉到队上来 这个东西的背后习近平的盘算是什么 是 因为你知道吗 习近平他甚至在曾经 在一个公开会议上 跟阿根廷的总理直接讲说 我们有一个计划 梅西计划 我们要培养出成千上万的梅西 我们要发展我们的足球 因为你知道台湾人喜欢看棒球 但中国人是非常重视足球的 他们把这个足球视为是国球 所以他们曾经就是中国 因为习近平2015年这个指示之后 整个中国国企跟他的名气 毛起来在短短两三年之内 竟然买下欧洲11个足球俱乐部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等于是告诉了整个欧洲说 我们中国来了 中国攫取ING 来看到中美大战抓TikTok当季奇 现在真的有人被踢头壳了 谁呢 这位TikTok才刚刚过去 三个月的这个执行长凯文梅尔 他是从迪士尼过去了 在迪士尼他简直是神级一般的人物 我们先来看看 为什么说他是迪士尼的IP帝国 他打造下立下了汉马功劳 您看到他任内主导的四大收购案 像什么呢 你都听过的皮克斯 还有卢卡斯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漫威跟21世纪福斯 都是他任内来主导并购 这样的一个人如今不到三个月闪瓷 真是中美贸战下最大的苦主 外形壮硕 库斯巴斯光年 讲起话来充满自信 他是前TikTok执行长梅尔 上任不到90天闪瓷 成为史上任期最短执行长 大陆抖音海外版TikTok日前正面临川普的封杀 要求出售业务 面临挑战之际 执行长梅尔却投下震撼弹闪瓷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也让外界质疑 梅尔是否不敌川普封杀 望风而逃 但其实梅尔的来头可不小 电影美国队长在全球刮起一阵漫威旋风 不仅如此 辛普森 黑武士 他们都是在梅尔的穿针引线下 成为迪士尼家族的一员 梅尔在跳槽前可是迪士尼高层 31岁进入迪士尼 短短几年时间 年仅36岁就当上网路副总裁 过去在他主导下 收购漫威 福斯等公司 让迪士尼做稳娱乐王国的龙头宝座 出乎意料的是 梅尔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 2000年离开迪士尼 出任花花公子网站执行长 但在2005年重回迪士尼怀抱 负责串流业务的开拓 果然不负众望 不到六个月的时间 付费订户就冲破5000万人 当时因为这些优异的战机 梅尔被视为下任迪士尼执行长的 热门人选 不过就在这场执行长之争落败后 梅尔决定离开多年东家 录主TikTok 当时外界并不看好梅尔的前途 担忧他无法挺过美中冲突 最终将成为剑靶 没想到误入政治丛林的担忧 竟然成真 东森财经新闻 陈怡婷 钟云锐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